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可以有比如说腹痛,或者是腹痛以后引起就想上厕所拉肚子,拉完了以后就不痛了 那么还有的病人表现为便秘,几天都排不出来便,排便困难 还有的病人呢,是肚子一饿,他就肚子疼,或者一吃饭他就肚子疼 或者吃完饭以后肚子胀,就是说呢,他的这些都是胃肠功能紊乱引起来的疾病 那么如果要治疗的话,我们也是根据他的最后给他诊断 根据他的诊断,根据他的症状的部位所在,来给这一类的病人进行治疗 总的来说,胃肠神经功能,神经观能症主要指的就是 我们在临床做检查的时候,并不能发现气质性的疾病 但是这一类的病人的确是有胃肠道的症状 我们主要是指的这一类的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